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日围棋 我是杨子 我们今天为您继续讲解 2021华为手机杯中国男子假期联赛 第二轮第二场的比赛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讲迹嘉宾 依然是浩阳老师 浩阳老师好 浩阳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这场比赛是第二轮的第二场 那也就是昨天进行了第一场 对 那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是决定最终 两支队伍谁将获胜的关键 是的 好我们现在看现场的画面 这也是我们一会儿为大家介绍的第一盘棋 是丁浩对孤子豪 这个是在真冠区 我们讲解的比赛是 一盘棋是讲解真冠区的比赛 另外一盘棋是保级区 这是龙渊明城对江西金达来 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这两支队伍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分 昨天的话是 这个江西还是获胜了 最后 那就看今天这盘棋实赢 就是彭丽瑶 彭丽瑶对夏成坤 杨凯文对金语成 这个小胖子 应该说是小朋友吗 这个小胖子好像今年的状态非常爆破 是新生代 对对对 这应该05后了吧 不只是00后吧 感觉 肯定好像是 可能快是10了 是吗 我反正是非常非常小 那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 期待他以后的表现 这个是外援区 对阵外援区吗 对 这是江西的大将 许家阳 九段 那今天对阵的是谁 李东勋 应该是李东勋 这是另外一盘焦点的对阵 柯杰对米亦亭 昨天我们也是讲解了 他们两个首轮战 我昨天也是说 他们是一个热身 因为今天主将应该还是他们两位 对 这在征冠区 对 黄云松对范印 这也是在征冠区吗 对对 这也是 这也是 就是 范印和柯杰是一个对的 都是北京 代表是北京 对是 他们两位昨天也是战了一局 昨天那一局的最后比分是 谁赢了 昨天的话是那个谁 那个翻译赢了黄云松 今天就不知道 那今天依然是他们两个下 对对对 这个第一场跟第二场的对决对手都一样 就是他们还是重新抽签 但是碰巧又遇到了而已 他们是就是队里排阵还是抽签 排阵 自己排阵 自己给自己队员排一二三四 对 包括赵晨宇 昨天的对手 依然是变相依旧的 那也就是还是 队里还是按照这个水平来排阵的 不是 其实也是通过教练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一个调整 那为什么这么巧合呢 都碰上来 就是强强对话嘛 就有可能会形成这样的结果 对 因为他们主将其实固定的 就是柯杰和米玉亭 对 那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盘棋 是由江苏队对杭州明城队 对 江西 江西 金拿来 对杭州 龙岩明城 对杭州队 那两位对手分别是丁浩和郭子豪 我们进入棋局 这两个人就可能不需要太多的介绍了 嗯 这两个人应该说是 2021年 起今为就是中国两位 状态最爆棚的两位棋手 是吧 印象中 他们两位在前不久的比赛当中 是遇到了 遇到了 遇到了 对对 进入到了决赛还是半决赛 有这个印象 在决赛当中是这个大骑士赛 也是今天的 就是第一次的一个 举办的第一届的大骑士赛 然后 他们俩是进入到了决赛 对 然后最终丁浩呢 是获胜 获得了第一届的大骑士 那这也是刚刚交过手 交过风啊 这个黑棋的丁浩呢 选择了 我们 咦 这个布局 坐子开局啊 对 也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在 应该说是在以前的维棋规则上 是不是就是 就叫坐子 先像这样 然后再下棋 是 昨天跟朋友们吃饭的时候 还说到 就是如果拿现在的AI的去跑一下 也就是说来在AI输入到这个里面以后 看一下我们古代的坐子的棋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对 当时 昨天还刚说到这个问题 然后 据说是他们开局 的确就是说 我们得先设置成这样 然后再看 据说是中盘的话 他们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就是吻合度也非常高 在古代的时候 他们的对局 就是说古代棋手 对 他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 对 对 然后因为昨天还说到 李称昊老师的棋嘛 所以就是说 看到他就是和现在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他还是保持他自己的风格 然后就说到这个 说到古代的话 如果看一下会是怎么样 那就是在 就我们的古代棋手 棋力也非常的强 也非常的强 尤其中盘的战斗力是吧 是 好 实战就直接有点三三 说到这两位 就是古子豪的话 是应该是在 在这个2021年 取得了三项冠军 和一项双边对抗的冠军 在国内 是两项国内的冠军 三项国内冠军 加一项双边对抗冠军 应该算是四项冠军 四个冠军 对 那么丁浩就更爆棚 就是好像在三个月内 取得了三个冠军 哇 就是说一说 这两位的对决呢 那肯定还是一个 强强对话 非常精彩 是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不过在上一局 大棋式赛的时候呢 这个丁浩呢 还发挥的比较好 然后箍子好的话 发挥欠佳 然后就 这个最后等于说 下了一盘完百 应该算是 可是大棋式赛的话 因为正常的世界舞台的决赛 是三番棋 大棋式赛可能受疫情的影响 就一盘棋定胜负了吧 对一盘棋 一盘棋定胜负 对 这盘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 白棋选择的长 正常来说 其实昨天我们也介绍过 有一次就是说 在争自有力的时候呢 其实也可以考虑飞 就是飞的话呢 黑棋如果顶了扳 白棋可以考虑扳这个 下这个顶势 对 下这个顶势 那么黑棋现在 如果吃这个 白棋吃 下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经典的一个定型 那么现在因为白棋 争自有力呢 黑棋不能飞这个 飞的话被争掉 这个棋 黑棋是完全不能接受 万万不可的 那么它应该是只有搬这个 然后把棋打 就跑 就跑 白的吃 白的现在的情况下 应该是顶 顶和踢都有 在现在这个局面 我感觉上顶一个还可以 跳一个嘛 可以的跳或者是长 跳或者长 长有可能 然后白的虎一个 下成这个样子 个人认为 下成这样的话 白棋还可以 我觉得 作为白方 的话 其实把局面打散 然后把棋下后 在后半盘还是比较有力的 毕竟还是一个大贴墨的情况下 是 然后这个局部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认为 个人认为 也是白棋不错 因为 如果黑棋不错的话 其实 大家就不会 就如果说 真子有力的时候 黑棋就搬这个了 就它不会飞这个了 因为 肯定正常来说 飞这个还是要好一点 这个搬呢 只是一个 就是强行的来防住 这个真子 那这样的架法 我觉得毕竟还是有一点勉强的 就这个地方 在开局 形成作战的话 白棋有力 我是觉得 主要白棋下后了 主要还 这个其实可能下到这儿 也不存在作战了 就是因为走成这样以后 黑棋也不能再走了 因为走成这样以后 这黑棋 这俩子不要了 对 因为它走出来 其实没有意义了 因为走出来的话 白的就跳 那么你如果压 我就跟着你长 就是这个棋 主要我这上下都是活棋 你把这两个杀出来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就是比如说你要这么走 白棋 白棋 我就这种 就随便就走一个 就是我这个 基本上两个眼了 然后这块棋也是活的 其实黑棋出来 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就白棋 可能也不见得会吃一个 就比如说黑棋 你将来走一个 白棋 它可能也不见得吃 可能就放在这儿了 双方都不动 对 我觉得像这样 黑白棋还是比较厚 其实现在周子有力 所以我觉得飞一个还可以 那这个点三三的定式 简单的总结的话 白棋的下一步的应对 首先先看一下森子 森子有力的就飞 森子如果不力的话 就长一个 可以这么理解吗 简单的来理解 还得看周围的配合 对对 主要还是看配合吧 看配合的情况下 再看一下森子 因为现在其实长的话 因为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其实现在黑棋 因为不能跳 就白棋争自有力 就是白棋可能 黑的只能飞 那么飞的话呢 可能白棋觉得你飞 对我的冲击力不是很大 那么我也能接受 那如果黑棋飞的话 白棋接下来有一个 搬了靠的这个下方 是否能还原 还原不了了 对 就还原不了了 这个就没有办法 你搬了靠是后续 你搬了靠现在 我我我我肯定会吃 你就不冲这个冲 就相当于还原那个土 我争自有力的那个土 那我沾上 你沾上 然后黑的我就长了 就下上这个定型 这也是一个定式之一 后续的之一 对 就是定式之一 但是下上这样 就是 我之前其实在讲解的时候 也有介绍过 就我我个人 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黑棋 这个曲部 就当时我们也是首歌了一下 就是等于是这个样子 等于下成这个样子 一个 三三的一个定式 尖冲了 飞了这样 尖冲 我爬 然后你长 我飞 那么你拐 我飞起来 你拆边 下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定式 下成这样的话 作为黑方来说 肯定是比较满意 因为本身 这是一个白棋星位的角 你等于下成一个黑棋的角的定式 作为黑棋来说 肯定是满意的 而且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现在兼冲了长的下法 也几乎要被淘汰掉 就是因为AI出来以后 这个下法几乎是没有 那么接下来 就在目前这个情况 黑棋满 就是已知黑棋 还不错的情况下 那么白棋 这冲断 这两步棋交换 显而易见是爆亏 然后黑棋点一个 和白的档交换 也是爆亏 那么就是这两个交换 互相损了一下 其实结果应该是打了个平手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在之前的情况下 是黑棋不错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还是可以满意的 综合判断 黑棋好 对 所以说如果白棋还是要搬了靠 那我觉得我建议 还不如直接飞这个 因为现在黑棋也不可以选择 米式飞刀 因为争子不利 因为这边是白棋的角 那么白棋搬下来的话 黑棋争子不利 他不能这样选择 所以他基本上只能顶了扳 那么顶了扳的话 白棋再扳 黑棋也没有变化 就是他也不能转到这边来 肯定也是扳住 然后白的断 那么现在可能黑棋吃这个不好 黑的只能吃这个 然后白的打下来 我就觉得下成这样的一个定型 我还是比较支持白棋吧 我还是比较支持白棋 当然实战场也是正常的选择 实战场之后挂脚 然后黑棋是三肩高架 这个三肩高架也是AI出现以后 大家所常用的一个下法 在之前的话还是比较少见 就之前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觉得被点脚之后 白棋不错 但是后来AI老师呢 给我们的理解的话 是黑棋不错 也是颠覆了之前的一个 围棋的一个理念 这个三肩高架定是 记得小的时候学棋的时候 也学过 但是真的很少用也很少下 除非那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比如说白这边 要围一块很大的空 可以作为破空的一方 过来夹击 因为小的时候是这样的 小的时候主要不会这步爬 往往点完三三的话 粘上 通常也是这么写的 然后当这个白棋跳出来以后 这个地方黑棋 它下一手棋不好补了 就是它虎的话 将来白棋还是要搬起来 就是黑的如果你吃 这白的再打一下 这个黑棋的效率显然是不行 那么这棋如果你不虎呢 将来对别人跳出来 你这个棋 你这个后室有可能就要受工 那么就下一手 等于黑棋没有下一手了 不太好硬 所以说呢 当时也是觉得下成这样 是白棋比较满意 那不是说这个棋不好 是当时不会这步爬 主要是不会这步爬 这个爬的时候 白棋跳背搬起来 黑棋的整点棋性明显比沾上要好 那白棋先长一个呢 白的要长的话呢 黑的棋它就沾上 然后当你跳的时候呢 它把你罩住 那么它这手棋的交换 黑棋它本身可能 沾完以后 也许这步棋可能是 还可以的一步棋 但是这两个交换 黑棋显然便宜了 为什么 首先如果将来白棋这死了 那不用说 本来你搬粘是先手 等于这两个交换 你已经亏了不起了 如果你这棋 你将来要动出的话 本身你本来加一个 你利用将很多很多 加它如果搬 然后这种拆一 有可能局部就活了 但是当黑棋交换到这一下之后 白棋在这个局部 其实它的生命力 是不够顽强的 基本上已经很难再动了 所以说这一下交换 黑棋是明显便宜的 这也是当初 我们以前的时候 没发现的 一步好棋 一步好棋 对 其实到现在的时候 发现这棋可以爬弯之后 搬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家呢 又重现江湖了 这样子的话 这个整体的效率 黑棋很满意 对 黑棋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就是这个也和我们 目前这个形成一个对比 形成一个对比 那么就是说 等于是这个样子 这样 当初我也是给大家说过 就是像这样 然后互相点一个 然后一拆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白棋搬粘 然后黑的虎 那这棋肯定亏了 白棋 你这么早过于过早的搬粘 肯定亏了 是 那么黑棋等于没虎 它飞在这 然后你靠一下 那么它可能比虎还好一点 这一下没少损 这一下没少损 这样的话 它可能比虎还好 你就是不过这个子 已了一下 但这两个子的其实差不多 所以说这样的话 感觉上局部黑棋还是比较满意 每次听浩阳老师这一首歌完之后 特别的清楚 这只能说也是AI给我的启发吧 就是自己去理解它 当一对一个定式也好 一个定型也好 不太确定谁好的时候 就浩阳老师这种 这个首歌的思路 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 这么看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实战的时候 白棋就没有点三三 没有点三三 那白棋是选择了底下飞 那浩阳老师 是不是也就是说 三肩高加的时候 白棋点三三 就不是那么满意了呢 还是说 也不能说点三三就被淘汰了 正常来说 我还是就是我本人 我觉得挺喜欢 白黑棋下沉刚才的这个图的 当然也有的起手 他会觉得点三三 这样速度比较快 然后再抢别的 再抢占别的 也可以下 那就是得看这盘棋的格局 是不是有特别就是想抢的地方 赶紧脱手 这边走个先手 也有跟风格有关吧 因为就算跟下成刚才那样 就是我觉得就是局部黑棋比较满意 但不是说白棋就不能下 就是可能也差不多 可能也差不多 但是就是黑棋比较好掌握 就下得比较厚 然后局部也还可以 是 实战的白棋小飞 就另外一种应对 对另外一种应对 小飞 小飞的时候 黑棋走的是大飞手脚 大飞手脚 非常的灵活 这是AI推荐的选点吗 还是 这个 这个我 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不太了解 不太确定 不太确定 对 这棋正常 其实我以前给孩子们说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走这个 然后白棋跳 然后黑的 这个 这个棋脱吗 脱 对 脱一个 然后扳 推回来 对 推回来 然后黑棋抢到这个 就是在这个局部来说 单看这右上角 那么肯定黑 黑棋的效率肯定是不如白棋的 白棋的这个棋型活了出头还是比较满意 但是在看这边的话 黑棋抢到了这个飞 抢到了这个 那么对白棋这三个 有一定的威胁性 感觉上也还是可以 但是现在的话 因为是这种下法呀 和这边还是有点关系 就在这条边 我们看这条边 价值不是很大的时候呢 可能这样下比较好 因为 接下来 白棋逼过来的这部棋 现在来看是非常大 因为它既夹住你的 然后有很大的发展 如果这条边就不大 比如说它是个这样的 这样的定型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现在 它逼过来的这部棋就没有价值 对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下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下法 黑棋 但现在由于是 由于是这条边的价值很大呢 现在被逼过来之后 不舒服 黑棋不太舒服 所以说 现在这样的这个下法 就是可能丁浩觉得不好 所以说他还是 选择了大飞 那么就是他偏重这边 他觉得这边的价值更大 是 就很多定型没有 固定的选择 对 还是得主要看这盘棋的一个格局 实战是大飞手脚 然后白棋是 一肩跳 反正不论如何呢 就是大家下棋 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 不能说光背着棋行下 棋行背不可行 对 如果老师说 如果非 你先记住了 觉得挺不错的 用过也挺好的 但在这个局面下 可能就亏了 对 但你还 你可能还会这样用的 是 这样的话就不好了 是 还是要充分的理解 对 每步棋的含义 对 这个拆一这首棋啊 可能在这个局部 定时后续也好 还是棋行的要点也好 这部棋可能是 只此一首 但我看AI出现之后 就很多地方 就有一些 就是局面的攻防的时候 都有这种拆一 就是原来会觉得 这个拆一很慢 就速度很慢 对 其实 浩永老师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就是 有这样的体会感受 就很多地方有个拆一 感觉像积蓄力量一样的 以前的时候我自己下棋 也是一样 就是像这种拆一啊 就是当时下的时候 还是有些不肯 总觉得好像有点慢 但是其实 这部拆一在 现在很多的时候 都是一个双方的 根据的一个要点 所以说 现在的理念和之前 还的确是 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有一定的差入 差别 就是但是我觉得 现在比较拆一 如果还是拖 不一定要拆一 其实现在 我还想拖 对 我还是想拖 因为拖的话 就是下棋 还是刚才这样 那么感觉这地方 先捞一票 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黑棋 现在他应该也不会往这里走 其实如果我下 我可能还是会拖 如果是拆一的话 是这样 本身黑棋 这个棋正常 它尖一个 白的拆一 黑的大肥 但现在呢 这棋 它是先大肥的 如果你也拆一 那么现在 黑棋就不尖了 黑的这部棋 好像它就不大了 因为你拆一的话 你这块已经活了 那这部棋呢 只能说是一个 目数的问题 是 不是一个双方的 眼味的一个要点 所以从棋里上来说 如果我下 从气盒来说 还是想拖它 这个棋 那正常 本来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正常 这样的话 现在白黑棋 我觉得丁浩 应该不会尖吧 感觉应该是拖鲜了 就像你说的 这跟棋风 可能很大的关系 有可能 好像特别喜欢 这个实地 对 我是喜欢实地 那么郭老师肯定是 他就积蓄力量 想去攻击黑棋 对这颗子 有一些想法 对 现在可能公布到 但是在以后 这颗子 总归它没有活 对 挂脚 然后白棋 是一间低加 一间低加 双飞燕 白棋应该是靠这个 现在这个棋 正常来说 其实现在 我看到这部双飞燕 我都有所感触 就感觉 这很少 非常非常少见 是现在非常少见 就是挂脚 还相对来说多一点 然后一间低加很少见 但是挂成这样以后 基本上都是拖鲜的 对 我记得好像上次 有一次 跟郭老师搭档的时候 就讲到过这个丁氏 对 当时推荐是 黑棋可以拖鲜 对 实际上当时 内盘其实他也拖鲜了 对 现在的话可能是 丁浩觉得拖鲜 也没有什么 可以去的地方 所以说呢 还是选择了双飞 没有什么可以抢的地方 对 双飞燕 对 如果现在白棋靠这边的话 现在被点33 感觉上还是有点亏 就是 就是单点33 单点33 就那一下不扳掉 对 不扳掉 就下成这样 感觉上 因为黑棋这里有大飞 白棋在这里 想攻击到这个子的话 不太可能 那么这个东西 它就不见得是后世了 因为你没有眼位 你还不见得 有可能要受攻 所以这样方向 肯定黑棋是比较满意的 如果你挡这边呢 然后就是这样立一个 黑棋实地非常实惠 对 它不用搬这一下 因为搬这一下 你就是你再拖 搬了再拖 这是以前的定式 对 但被吃一个的话 好像那个有点亏 不便宜 就是这样的话 白棋比较厚 它争先手了 就是所以双飞燕 白棋压这边 黑棋就直接单点 也不要搬了拖 就按老定是那么下 对 那将来这立文拍一下 就给你 就给了是吗 对 是这样 对 就是这棋 所以正常来说 现在白棋压这个 这边比较少 一般都是压在这边 一起搬 搬完之后 应该是点33 因为拖的话 这个棋 就是 像成这样啊 黑棋 这个尖出来 可能有点过分 嗯 就是 有可能会危险 这棋如果说 长或者就跳 那我跳我就挖你 直接挖 对 然后你要尖上的话 然后 我一双 然后拐出去 这样的话 黑棋明显 这被拐的时候 就感觉 你要是长 再贴 再贴 你要走 我这样 要夹住了吗 这样黑棋应该就 死了吗 死可能也不仅仅死 你可能可以这样活 你可能这样活 但是我就算不吃你 我就这样冲出去的话 这你黑棋 其实也急 真苦不堪言了 是 那么如果长的时候 如果贴的时候长呢 长的话呢 因为白棋这里啊 它有先手 它再贴你一手 那黑棋再长 然后呢 它通过这个段 好 然后长 然后呢 一小尖 这个时候黑棋就很麻 它如果虎的话呢 这个粘是先手 那一飞就死了 然后如果你要吃一个的话呢 飞住 好像这个棋 黑棋也不是很有力 然后可能黑棋只能这样 但这打先手 黑棋这样只有落过 黑棋总体来说 也是比较危险 是 比较危险 这个后续套路很深 就后面对话很复杂 但是说像是这样 正常来说 黑棋是不敢肩出来 然后黑棋正常得补一个 那么白棋这样 感觉上局部来说 对 是白棋比较满 白棋能坚住 这个感觉此效还挺好的 对 所以说正常来 现在 所以双飞燕就少了 所以少了 因为这个原因 是吧 那么正常来说 就是点点三三了 点三三完了粘住 正常 就这个爬不肯 这个大家一定要 其实爬被吃了 就白棋 这个则 关键还在一个最好的位置 逼住黑棋 马上要透点这里 然后这部透点 非常的严厉 那么黑棋 肯定要硬一个 那这样的话 局部来说 下成这样 告一段落 就是黑棋亏损 这个是 局部是明显黑棋不好 这个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个我是很确定的 黑棋不好 因为这个棋 经常三件高加 也能下成这样 黑棋也不满意 然后但是 唯一就是黑棋 白棋二件高加 或者二件低加的时候 下成这样的局部 这样黑棋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点 可以不下 现在我可以不防 为什么三件高加 白棋满意呢 因为三件高加将来 白棋有这种 靠的一个利用手段 但是如果是二件 它就没有什么利用了 但是白棋局部最好的 肯定还是一件低 一件因为马上要点你 对 它效率最高的是这里 这个给黑棋的压迫和威胁 是最大的 就在一件低加的时候 现在成这样 黑棋是肯定不行的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 二件和二件 不管高低 黑棋都还可以 三件的话差不多 双方都可下 看局面 对吧 看情况 对 所以下成这样 肯定不行 黑棋肯定要沾上 沾上的话 白棋这其实要挡吗 对 白棋挡 然后黑的斑 白的团 就下成这样 像这样可能是 也是丁号的一个 是不是一个 预想图 就是这地方将来还可以靠 因为这个利丸先手 这个蹲是先手 我们可以 但是它可以先不蹲 你蹲的话损木了 它先保留 然后再靠这个 这样的话 黑棋大飞和这个配合 好像间隔还是不错 还是不错 这个双飞燕的定视 在现在的AI时代 也进行了一些更新 有有 对 后续有很多的变化 那实战的时候 点三三 白棋没有火 没有火 白棋挡到这 看到挡这个时候 还是有一点惊讶的 因为一般来说 第一感觉 这个有点随手棋 是白棋随手棋吗 我呼喊也在随手棋 确实挡一个要好 挡一个要好 因为下成刚才那样 我觉得黑棋的预想图 其实黑棋还是可以 我感觉下成这样 但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点三被挡 直接爬回去 是不能接受的 但现在是它更新了 就原来的下法 都是这个 原来咱们学的都是这个 你就这个不满意吗 下成这样 大鱼型 这白棋是肯定是 不能下 不能下 是完全不能下的 以前还有这定势呢 这不算是 就是说这只能算是个定型 这是定势 是咱们给它算是定势的 但其实它不是一个定势 就是现在 主要是它挡完以后 它的棋更加灵活了 它应该它可以断这个 断这个 断完了 主要黑的这个是有盏的 这没变化 然后它可以征掉这个 那这跟征子棋有关系 对你要征子不立白棋 这个棋挡这边被爬回来 肯定就凉凉了 它现在因为征子有力 这个棋挡完了断 征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发现很多定势 好像都跟征子是挂钩的 对 所以下定势的时候 如果下的想更好一点的话 一定要切记先看征子 再选择 这个好 这个好 能把这个子征掉 对征掉 然后白棋充了斑 应该是 白的提掉 那这样走完的话 白棋就可以让这个大飞 没有办法那么充分的发挥了 反正这样的话 白棋很厚 白棋是提吗 白棋有没有再抢一手的感觉 提感觉有点慢 他实战选的是提 还是选提的 对实战是提 但是如果提的话 我觉得丁浩把这一尖 感觉 黑棋挺润的呀 我觉得我表 主要实在是实地太好了 我就觉得 现在他感觉这个白棋提在这 怎么说呢 还是他们两位棋手各取所需吧 反正 孤子豪 孤老师 我们知道力大无穷 他本来就是把自己棋下的很厚 然后中盘的时候 发力 直接就将你击倒 但是丁浩反正下成这样 肯定自己也比较满意 我觉得有抢一步的心情 因为黑棋的引征好像 没有特别严厉的引征 没有特别严厉的引征 就你除了这个和这个 这引上了 你这个我无所谓 我就提了 你下一步也对我不能怎么样 你除非这个 但这个的话 好像没有引到 你跑不出来 依旧跑不出来 你走这个好像依旧也是跑不出来的 我刚才看一下 也是不能跑出来的 从这里打过来了 就是你这两个不能引征的话 我感觉可以先蹭一下 我感觉还可以先蹭一下 这个棋 因为黑棋 有的时候打了长出来特别大 但现在感觉还好 棋一个只能说是孤老师的棋 厚实 那丁浩必然棋 我看就是在积蓄力量 后半盘准备发力了 那丁浩必然是见这个 丁浩的棋风是不是酷爱实地 均衡 均衡型的 对 丁浩就是均衡 然后失误少 他下的好像也挺厚重的 就是均衡 就是说他该捞就捞 该走就走 就是那种 没有明显的 流水不成仙的感觉 就是比较均衡 然后没有什么失误 主要是 那确实这样的对手 我觉得很强大 对 因为明显的失误短板 对 郭老师的话 就是反正他就是 他这个棋就是 特别重箭 就是我评论他 就是重箭 就是拿着一把 非常非常重的箭 然后来砍你 有可能伤人伤己 就是你要被砍到了 你就完蛋了 你要是他没砍到你呢 他这个重箭 就是自己也挺累 是 就是他能走对到 自己的路子上 就下的很顺 但如果这盘棋 无处发力的话 就有可能就 这个就很难再赢 是吗 我觉得这部棋 反正作为我来说 目前这个棋和这个 两个拆一 我都认为 这个很大 这个目数很大 实战是点三三 然后 挡 连半 我们可以从这部棋 我们可以看出来 丁浩 这盘棋的策略 就是将实力进行到底 这个挡了连半 也是非常实在的一手棋 其实也是 我经常也想推荐给大家 一手棋 就是当别人点三三的时候 你很多的时候 挡了连半都不错 只要你配合还可以 尤其是这边 黑棋 有子 就是也就是说 这个棋子 白价值变小的时候 就这条边 价值不大的时候 那你挡了一连半 让它提到这 它没什么发展 就是说 黑棋的这个下方 还是比较简明 也是比较实用的 一种下方 你说它变好吗 也不会 也没有 但是就比较实 就是简明 然后这样的话 因为你自己黑棋 就活了 然后实力也比较多 也不错 然后白棋 主要这个东西 它别为自己唯控 黑棋这个 它去限制白棋 是非常好的 因为白棋 对拿黑棋 没有什么办法 但你要自己唯控的话 你像这种棋 它有先手 对吧 它贴一个的话 你棋也比较紧 所以你用这个唯控 我不建议 但是你总是这样 你很厚 限制白棋 是比较有用的 所以当这条边 如果价值不大的时候 挡了连半 这个下方 还是比较推荐 值得推荐 而且简单又好用 对 简单好用 那实战 白棋 选择了 搬了靠 那就是说 这个孤老师 肯定还是想 让自己的这个拔花 变得有用 发挥它的价值 对 这个是比较好理解 搬了靠的时候 黑棋实战 是单打 没有错 这个我们刚刚摆的 那个定式的后续 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局部 单打 比冲啊 冲的话局部也是定 但是说单打局部 白棋 黑棋满意 也是刚才 也是给大家分析过 当然白棋呢 他就说 我就算局部亏一点 但是呢 我还是想要发展一下 我这个拔花 那黑棋把这个头 挺出来的话 这颗子也可以兼顾上 对 也可以兼顾上 但是呢 孤老师他的意思是说 你本来 你本来就走成这样的话 定式嘛 咱们刚才摆的 但是呢他觉得我这个不算你兼顾 是我限制住你了 你这样你这配合不好 他也可以这么说 就你尝出来你确实把他救回来了 但是呢你的发展可能也不好 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双方都有理 谁说谁有理 当然就是说像这样的话 局部黑棋还可以 然后白棋配合这边 应该还是一个双方差不多吧 都能接受 都能接受 但这部飞呀 黑棋虽然说你这个配合看上去不怎么好 但也不能少 这部棋 因为你要不下的话 白棋将来跳过来的时候 因为这里 这个地方毕竟黑棋还是没有火头 将来如果跳完之后你不走 他挡一下还是先手 这部棋还非常大 虽然说你好像看着飞起来 这没什么木 但是还是要飞 这部飞必不可少 下成这样以后 大家一定要谨记 飞的时候白棋上铐 对 他还是意图就是说 还是觉得你这里价值不大 他想跟你多交换一些 白棋长 长 黑棋应该还是得推一下吧 战军 黑棋这边先点了 不走了 先点 不走了将来断的话 断黑棋 打了贴住 对 先扛住 拐一个 沾上 还是想先一会再贴一下 不过他先点 先问一下白棋应手 白棋贴这个 那白棋如果贴在这 黑棋将来这一代是有先手的 这个断 是不是没那么厉害了 有可能 他说 他先问你一下 如果你往这边走 他这边就便宜了 他可能再贴 他把防一下 你要贴这的话 可能这边他有先手 等于就进阶的防了一个断 这个断就没有那么厉害 黑棋实战 接下来就脱先了 还是很高级 先试一下对方应手 然后飞了一个 飞一个也是一个好行 被白棋贴起来的话 因为头是转的 黑棋 比较被动 白棋 拆边 黑棋飞 就是现在到目前为止 就是他们双方就布局下的 我还是比较看得懂 有的时候这个小孩 年轻人下的企业 有的时候布局 有的时候我就一头雾水 我就是看不懂 跟不上他们的这个思路 对 但目前反正至少 布局这是多少手 不知道 我觉得我比较支持黑棋 因为这个局面 是我比较喜欢的 当然白棋也很厚 这盘棋的格局 就是双方要比拼内力 都下得很稳健 靠了之后 应该是要反扳 千万不能一起用事 断上去 首先现在可能 争子不利 就算争子有利 打你跑出来 这块棋还得做活 这棋靠了一定是反扳 这个不走了 还走吗 不走了 没走 挡 挡这个 挡这个很大 这不光是木属大 同时也威胁这块棋 这个今天的丁浩 确实就是实地 实地为王 还是实地 在我的世界里 只有实地两个字 是 我喜欢 跟唐老师的风格 对 很相像是吧 但是你说啊 其实 孤老师下得很厚 可是他现在 其实没有什么目标 可以可寻 其实 就他的后市 现在他发挥的 方向其实是比较模糊的 那么黑棋 这里一个角 十几木齐 这里角十几木齐 这里十几木齐 那里二十木齐 那已经全盘 差不多已经五十木了 那白棋的话 这里五十五十六 大概二十木齐 这地方和这地方 这三块加起来 大概十十木齐 就现在目数的话 黑棋还是明显有优势 那么白棋的方向在哪 目前也没有找到 所以我是觉得 这样黑棋还是不错 就是他 虽然实地 我喜欢 但是你也得 对吧 君子取地 你得有这个 什么 怎么说 取之有道 对 你这个 就是说 如果说你特别勉强的 去取实地的话呢 那么 这也不见得好 是 飞的时候 黑棋 白棋 搬 黑棋 跳 对于 古子豪 古老师的这个风格 因为他是喜欢把棋下的很厚 然后后半盘发力 那如果这盘棋的路子 没走对 就没走到 他这个可以发力的那个点上 那是不是他也会明显的 会有实地不足 对 因为他跟丁浩的大棋士 赛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这样的一个交锋 就是说他 如果在他发挥不好的时候 可能就被丁浩会 完全的压制 限制住了 完全的压制 就是那因为这 因为下的很厚的话呢 他行棋的速度就会慢 对 那么地盘就可能会有不足的 这种 它的效率有可能会 会 比较缓慢 对 那我们看这盘后半盘的交锋 白棋 飞进来 不能让你再 把这块给封住了 黑棋断 黑棋发力 断的话 白棋 也比较头疼 白棋想直接吃住 黑棋感觉上 有点困难 因为你要从这打他 尝这个先手 然后这边还挺薄的 反断的话 也是寻找一个 头绪 这个应该吃吧 吃白棋肠 黑棋贴 白棋利 这样的话呢 那么古老师呢 他就找到发力点 我是觉得这样的 他是找到发力点 首先把黑棋断开了 所以你要一时逃避 也不是个办法 丁浩他也是迎难而上 双主 一起靠 这个局面 那就是古老师擅长的 那么接下来 会形成什么样 白棋 搬下面 局部这里 只要一打呀 黑棋局部是死棋 是死的 当然就是白棋这个棋呢 他不见得挤得着 这两个子呢 黑棋不一定要 如果你要直接打呢 他有这个团的先手呢 他还能火 所以说这个地方 也是比较复杂 看一下 看之后的刑期四 是怎么样的 黑棋搬 白棋沾上 这下一步棋 很有气势 直接飞照 飞照 这能照住吗 照不住 他就是照不照得住 反正你白棋 你应该也不会跑 就这棋 你说你非得跑出来 我感觉也是不得 你要是非得这么跑 我感觉不能便宜吧 看上去 这么跑 即使跑了这外面 损失惨重 实战没有这么跑 实战没有损了这么多 他冲完之后 就直接 还是跑了 还是跑了 但没有去撞这个气 就单拐 单拐出去了 拐的时候 黑棋反贴 黑棋并没准备气子 黑棋并没准备气子 看来双方在这一带 都没有准备气子 都没有准备气子 但是如果贴的话成立 那白棋可能就要危险了 因为一旦顶号寄出这一步贴 那就是他的意思说 你如果拐是不成立的 就是他把这个顶回来 这个杀气白棋是不成立的 因为这个子你不能给 你沾上 那么局部 他如果是杀气 可能不见得杀 他可能这边还可以出头 这样的话局部 白棋里边可能就要亮亮 那么如果你不让我顶 你吃一个 那我你盖冒 那你这可就没了 你看看你不像我这么跑 你有这样的风险 那么就是说 古老师是不是看见这部贴 那接下来战斗就比较激烈了 把白棋利 先利一个 这个利 这一利 这伤敌一千也自损一千 这个说实话 利的时候 因为你黑的一虎局部白 你把一个黑棋一块死棋变活了 亏守棋 就白棋就是为了要 利的先手 可以让这边已经先手度过了 能度过 但是这一手棋先亏一手 就你这一个交换先回手棋 因为本来白棋 黑棋是个死棋 你别让它变活了 是 那么这个棋 实际上就是这么交换的 另一个 然后黑棋吃 白棋把这个拐出去 不过能抢到这个拐的话 这边的损失 是不是也能扛一扛 这个只能说 你得看外边 把黑棋 就是说你得把黑棋 弄成什么样子 因为这个棋 你首先啊 你虽然是度过了 可是白棋你的木数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了 已经 就是刚才我们这里 应该算是白棋的大本营了 已经最多的木数在这个地方 但现在已经被压到的二路 甚至一路 然后这个地方你先亏守棋 那么如果黑棋把这块连出来以后 白棋你能不能攻击到这边 如果攻击不到中江 那你这个实地估计就是雪上加霜 是 实战黑棋靠 这边先交换了几个 断一下 断一下 白棋是退 先把这个都走掉了 这也是黑棋的新手便宜 你看我们 其实黑棋现在走这个 本来白棋可以考虑吃这边的 但是他觉得吃这边转换的话呢 他这个棋实地不足 那么还是要把这个连回来 就是想办法去冲击中间黑棋这个 可是这样下来的实地 挡回来 白棋想尖 黑棋冲下来 黑棋冲下去 好 丁昊的意思是说你这地方 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吃掉我 那么我先把这个挡住 把这块棋做活了 现在你等于是白棋你要是不尖 你不好封这个地方 你要走这的话我搬出来 对吧 那现在你就有小尖 那小尖呢 我们知道这吃等于变成先手 你只能粘上 那么我可以还可以先不吃 我这个冲下来 因为我这个打是先手 你要是把我断了 对吧 那我再一吃 然后走 我再一粘 你只能补下面 你这就漏了 那么就是丁昊看好了 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我这吃掉 但是呢 我冲下来 我可以吃你四个 那我实地 我还是可以接受 然后白棋打吃 现在就打一下 因为你如果之前先打一下 白棋提掉以后 他就不会吃这个 这个子就小了 对 现在的话 因为你没打这一下 他有这个冲断的危险 所以说白棋他得吃这个 那这个时候他再打一下 这就是一个美妙的思绪 所以说大家下棋的时候 像这种打吃 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得到 但是如果先打 可能就是起我们 很不错的计算力 但是没有先冲下来的 就是丁昊的计算力 然后再打 再打外边 再气掉 提 跳一个 怎么样 这个起下成这样 我们来 将来提掉一下 判断一下 就是说 看一看 下成这样 应该是全力 然后现在局部 全盘的话 黑棋这里刚才是点13 这里的话 大概是13 那26 30 32 334 35 这块8 10 20 22 23 35 23 那就是 不到六十木棋 不到六十木棋 然后白棋的话 这里是 7 17 20 25 25 26 728 29 30 30加这个 就是 跟刚才的木树 其实差不多 就是跟我们之前 在之前判断过的形式 还是差不多 白棋的木树 肯定还是非常不好 就是还是不够 那么还是得利用这个 去维数一些木树 但我感觉还是黑棋好吧 就这两个吃的 其实木树 差不太多 就白棋刚才我们直接也点了20木这里 现在的话你吃了123456 这将来还得收器 主要是123456 16 大概27木树 但黑棋那边 黑棋也吃了890 11 12 它本来就有收器 本来只能点石木这里 现在它等这石木扣掉了 它多了10 12 13 它多了十几木 那这个转换从 就是单纯 从这个木树上来说的话 是黑棋 还是黑棋便宜 还是黑棋便宜 但是白棋把这端出来 还是有一定的收获 但如果供不到这个黑棋呢 它收获就没有那么大 可是这个黑棋看着 也挺厚的 挺厚的 因为这白棋 这气紧 就如果将来铺了 这样铺了 打湿完这气是紧的 是 所以像是这样 应该是明显的话 黑棋还是不错 还不错 就感觉有点又被这个丁浩呀 画骨棉掌 给他 给孤老师的力量 一直住了 给画住了 虎的时候 白棋这边先 露一下 露一下 是先手 因为立完 得拐出来了 露完飞 嗯 钉 压出来 哇 小尖 这丁浩 这个一步一个脚印啊 嗯 应该还是对 这时候的 自己的实力 比较自信了 是 嗯 飞 飞吗 这个吃掉 这个吃掉了 啊 一步一个萝卜 一个坑 哈哈 把你打 嗯 打的时候 灰气没有提 翻打 再翻打出来 啊 啊 好奇 好奇 好奇啊 因为你要提掉 他就 他翻打 你提 他再打 那你这期主要是你打吃的时候 他提是带响的 嗯 你要不提呢 他就算了 那不吃他就算了 嗯 这样他是带响的话呢 他将来 总是便宜的 啊 总是便宜的 本来他提 首先白气不见得会顶 如果顶的话呢 他肯定这期他能放在这 将来他可以虎了 斑斩 嗯 显然比这里要好 啊 你打吃肯定是后手了 白气现在 嗯 所以说 他这个子从这儿 移到了这儿 然后你还不见得会顶 所以说这个翻打 嗯 又是一部不错的气 在这种细节的地方 高手 肯定下得特别的漂亮 就马上就虎掉了 你看 嗯 然后斑 断的时候 压 对 你看就这种地方 看着好像是白气厚 嗯 然后丁昊呢 反而还找到了这个契机 他觉得可以从这里站出来 嗯 所以说他就 你说他 擅长厚吗 也不是 你说擅长实力吗 也不就是他就是 该怎么下 他就怎么下 就很难对付 嗯 因为可能找不到他的一个弱点 主要是 跳 虎 断 啊 直接把这三个子给断了吗 断了 应该是断了 啊 这个地方因为气太紧了 啊 黑的 白的没有冲 白旗 白旗选择了斑 白旗斑 白旗斑 白旗再冲 再冲的话啊 如果说黑旗这样再走呢 那白旗他有一靠 嗯 你冲 我挡 你吃 我可以狗不罗陀 啊 本来这没扳一下 这狗不罗陀后手 这黑都提掉就好了 你现在我扳了一下 如果你一跳呢 那我刚好一力 啊 实战就这么进行的 什么意思 就是实战就这么下的 啊 就这么下的 这么下 接下来黑旗挡 啊 就这么下的 啊 黑旗挡 然后 我还以为说这是黑旗的中计土 哈哈 啊 这黑旗不中计 对 实际 实战就是这么走的 然后白旗把这个吃掉 啊 那就是黑旗觉得 他就觉得这么下 可以 对 把这个再吃掉 因为这一吃啊 这局部白旗可能是没活 应该是打结活 没活干净 没活干净 这样 白旗踢 局部白旗是打结活 可能是 丁浩觉得 对 啊 因为是这样 他这个点是先手 我们可以 但他没点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成 他点是先手 他点是先手的话 局部啊 这个地方啊 就刚才是这样 白旗 首先你打吃先手 但是你这个不够活 你这个眼位明显不够 对吧 那如果你往前冲呢 他刚好这个先手 他你断不开他 嗯 那么局部的话 就是他觉得 把这两个弃掉 没关系 我通过这几个交换 你这块就变成打结了 嗯 所以说他觉得这样 是可以下的 我以为是中计图 嗯 他棋 其实是他的异想图 对对对 就是想象 就是想象的这样 接下来黑漆掉一个 这个一方面是找截擦 一方面也是 削弱一些白旗中间的潜力 因为这个截啊 就白漆黑漆来说 它是什么叫无忧截 嗯 你打赢了 你不过就是把我一个子 提了沾上 嗯 那么我就是等于是 相当于打着玩 嗯 然后提 可以白旗挤一个 哇 哇 一看就是 妙手 妙手 对 一看就是妙手 这卡一个 卡完之后是 要发力了吗 感觉 卡巴斯基 卡完之后一定是要发力了 卡完之后加一个 哇 这点 这是什么情况 啊 现在等于是要说什么呀 嗯 郭老师说你这地方你没点到 这些卡的时候先点不行吗 他现在主要是他吃啊 他在加的时候 他说你这个地方 如果黑漆本来冲是可以的 嗯 然后白的吃 然后黑的长 白的郭老师可能现在给你 你把这个给你提了 你先你把我这粘上的话 我这给你打进去了 他意思说你这地方你走不到了 嗯 他卡了一加 那卡的时候白黑的丁号不肯点 还是说他就看到你加了 然后他故意的让你加一个 他点的时候白漆也加呢 那不一样啊 那我沾上 那可就不一样 那你吃 我首先我可以先吃一下 我这样不吃我就给你接上也行 提呢 提掉 你提掉呢 我无所谓了 嗯 我只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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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黑漆这块起火了就可以了 连上就行了 对啊 可能电号是看到了 加的时候有一点 点 白漆提 嗯 沾上 然后冲 哇 在这个地方杀出一条血路 应该也是 我是觉得白漆可能确实是唯一的一个机会啊 打赤 嗯 打赤 接上他在打 对 这期因为冲过去的话 白黑的打了 接上就就 白漆主要活了肯定不够 这期 白漆肯定得 对黑漆造成冲击 才行 给他打这个 那就是又要打结了 黑漆这里有结材 这里有很多一些结材 嗯 打赤 白漆粘上 白的不能断 断的话 他给你打结 因为黑的这里有结材 嗯 白漆的话 结材确实没有什么 因为打输了的话 这块漆都死了 所以白的沾上 给他吃 黑漆粘上 给他沾上 白的断 白的因为这期啊 就是说 化身一条路了 只能杀黑漆这个了 因为牧鼠不杀的话 肯定是不够了 嗯 打赤 就看顶炮做活的能力 白漆飞 飞这个 那这不像是吃漆的样子 哎 这个地方没有走 这个地方没有 没有 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啊 对 刚才那个是摆的变化图 嗯 飞的时候 白漆选择了 回补啊 因为这块漆 白黑漆一沾啊 白漆就是打结火 啊 哦 这里还差一手漆 对 嗯 打了之后 小尖 嗯 打吃一下小尖 白漆 靠 靠 靠的时候干脆就没理了 一起冲 嗯 嗯 对于黑方来说 黑方只要把中间 做活 安全运转 问题应该就不打 嗯 木术的话 我们看全盘 黑是这个脚 这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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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这个 这个 木术实在是太多了 木术非常的丰厚 嗯 然后白起长 黑起尖 对 不断 冲一下 嗯 这冲一个 打僵吗 打僵了 应该是打僵 多秒了 多秒了 对 加这个 断 断 断的话 这里打吃了一粘 打吃了一粘 摆起莲目上 嗯 上面得补吧 断的时候 摆起卡 上面卡一个 嗯 又使出妙手 哈哈 只要是这种 这种卡 不经意能想到的点 都感觉都是妙手 嗯 卡一下打吃 但是往往其实下妙手 也证明说 正常的你已经不太行了 嗯 所以你要下妙手 嗯 就是 其实 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觉得 就这个形式 肯定是比较吃紧的状态 是吧 对 贴回来 啊 这里还有吃 嗯 然后黑起 打吃 白起沾上 啊 下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目前已经 呃 与这盘棋 正在直播的这盘棋 同步了 啊 目前就下到这儿 嗯 那因为时间的关于这盘棋 还没有下完 嗯 我们一会儿呢 还要为大家讲解 另外一盘棋的比赛 嗯 所以这盘棋 我们就先请浩雅老师 给我们做一个形式判断 好的 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 现在接下来 我们可以预料到的 肯定是提一下 嗯 然后呢 沾上 白起这个地方 这里 啊 要做活的话 应该是只能立一个 嗯 只能立一个 因为别的话就活不了 嗯 如果说按照这样的情况进行的话呢 就黑的如果团一下 然后把这个地方大概是什么 非一个补助 那么这样简单的 这地方可能可以先接一下 啊 然后就活起 啊 那白的这个接是先手 啊 啊 这个算是白起先手 嗯 我们来判断一下 这里白起是七木起 八木 九十十一十二 二十二三四二五二十六 三十一 嗯 三十五三十五三十八 四十五十 五十六 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 大概六十二木起 六十二 白起大概六十二 还有这一块 这算了 算了 算了 已经算完了 啊 三四五六 七五十二 黑十二 二十九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三 四十八 四十五一 二十五十六 六十六 七十 八十 黑起大概有七十八木 弱一点 白起是六十二 我感觉这个起 反正十木的优势 肯定是不可动摇 嗯 就算是该白的下 也不可能再收回来 对 这盘棋的格局也是就下完中盘之后 没有明显大关子了 虽然下到这儿我们是跟上他也没有下完啊 但是我们基本上如果是支持杭州农村 农业名城或者支持丁浩的朋友 应该是可以庆祝了 就是那对于这个差距来说 白起已经很难再搬回来了是吧 对 就是这期反正就是这个局部 这个局面就让我上去跟孤老师一下 我估计我也有信心赢下来了 应该是这么说 因为现在看到官子 其实就剩下了这个班毡 对 其他也没有大官子了 对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这盘棋很遗憾 不能给大家讲完 但我们可以持续关注这盘棋的进程 我们一会儿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棋的讲解 我们一会儿见 先休息一下 也许你无法 也许你无法 也许你无法